韩宁社在29号援引了韩国情报部门的画纸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 很有可能会成为其父的接班人 并且正在为此接受培训 韩国国情院称 种种迹象表明朝鲜方面暗示 金主爱是当前最有可能的接班人 并正对其进行相关培训 但朝方考虑到一般民众反应 适度调整了相关宣传力度及频率 国情院分析指 金主爱参加的活动当中 有六成以上为陪同其父参加的军事领域活动 一小部分为经济活动 此外 朝方已开始对金主爱使用 此前只会用来形容朝鲜领导人或继承人的指称 如伟大的向导者 这很大程度上佐证了金主爱的接班人地位 不过国情院也表示 朝鲜官方至今尚未正式宣布他为接班人 因此不排除金主爱被其他手足取代的可能性 国情院同时称 金正恩近期疑似出现健康状况 这或许是朝方开始寻求培训乃至确立领导人继承者的原因之一 金正恩最近再度富胖 体重长到此前巅峰时的140公斤左右 身体质量指数严重超标 达到45左右 为重度肥胖 属于心脏疾病高危人群 他从30岁出头就开始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症状 韩方情报显示有迹象表明朝鲜正试图从海外寻找新药 以治疗高血压及糖尿病 而向外寻找新药 也令外界揣测 金正恩出现了现有药物难以治疗的状况 国情院将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